当前半岛局势处于关键时期 有关各方应着眼大局保持克制 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6月才在峰会中 联名中国构成系统性威胁 还在公报中十度提到中国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最新专访时更明确指出 对抗中国崛起构成的安全威胁 将是北约未来十年战略原则的重要一环 史托腾伯格表示 中国虽不是敌国 但中国的网络能力型科技与长城飞弹 已经对欧洲安全构成冲击 过去数十年来 北约将重心放在对抗俄罗斯 北约目前的战略构想是在2010年通过 内容并没有提到中国 而随着美国的地缘政治方向 从欧洲转移到与北京的霸权冲突 北约也将把焦点放在制衡中国 北约将在明年夏季峰会上通过新的战略构想 勾勒北约未来十年的目标 史托腾伯格直言 未来十年的新政策中 将协助北约盟国应对中国 绝起造成的威胁 拥有30个成员国的北约 今年已多次对中国日增的影响力 表示忧虑 对于中国建造许多长城洲际飞丹的飞丹发射井 海杂大前投资北约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 史托腾伯格都表示忧心 金融时报上周末金爆 中国8月试射能搭载核弹头的极音速飞弹 展现中国有发射先进长城武器的能力 令美国情报机关感到惊讶 也凸显北京在新一代武器上迅速取得的军事进展 美国驻日内瓦裁剪军备回大使伍德 表示华福对极音速飞弹可能的使用感到担忧 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换句直接评论 中国媒体批评相关报道 是西方媒体在炒作中国威胁论 中国外交部也博士这项报道 只能试验的是太空飞行器不是飞弹 可是中国的武力威胁陷让回迟不去 日本防卫省表示18日中国海军与俄罗斯海军 共10艘舰艇同时穿越近青海峡 这是日本首度发现中俄军舰同时穿越近青海峡 为中心 作为电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